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 channel,我是竹子 随着购物中开放越来越多的超级形态 其中各系最佳的超级形态进攻时 秒三排行榜也在持续发生变化 到底目前各系最佳的超级形态秒三宝可梦都有谁 除了盘点已开放的各大超级形态秒三排行榜之外 我们又会与大家分享那些未推出但值得期待的超级形态 好方便大家有机会遇到该些宝可梦时可以提前准备 其中还有数字霸主会在这个月登场或回归 到时候大家可千万别错过咯 至于到底是谁我们等等就会介绍到 有关最新更新的各系超级形态秒三排行榜相关资讯详前 我们在经过整理后将于接下来的影片中与大家组一分享 专织方面分别会先从基础的炒火水系开始 然后进入电虫毒系 再来则是格斗岩石地面系站座收尾 至于额外的超能力 幽灵兵系二钢妖精系普通飞行与龙系 则会安排在周六再分享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忙订阅按赞 并把影片分享出去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GoGo 所以先看基础的炒火水系秒三最高超级形态方面 超级也有超级形态的仅有三只 霸主方面有秒三达到21.45的超级西异王 排行第二的有秒三达到17.382的超级面望花 然后才是秒三仅有13.565的超级暴雪王 总体而言超级西异王凭借超高的秒三 几乎主宰了草系超级形态的秒三排行榜 但这并不意味着超级面望花就失去了使用价值与地位 超级西异因为附带龙系属性的关系 导致其弱点较多且会出现被冰系双克制的情况 在这点上起码超级面望花比超级西异来的更优 至于超级暴雪王值得一提的只有本身附带冰系属性 弱点方面虽然不怕冰系 但却还是有高达气象之多的弱点存在 秒三方面则是惨不忍睹 火系拥有超级形态的多达6只 且大部分都已开放 排行第一的有秒三达22.867的超级火焰机 排行第二的有秒三达21.882的超级喷火龙Y 排行第三的只有秒三达18.907的超级喷火龙X 然后才是超级黑鲁家超级暴飞龙以及未推出的超级喷火龙Y 不但看出排行前两名的超级火焰机与超级喷火龙Y 秒三只差了一点左右 两只都各有优缺点 超级火焰机秒三稍高 但中低弹度还是不如超级喷火龙Y 导致其总输出方面反而逊色于超级喷火龙Y 但附属格斗属性让其作为格斗系有不错的表现 而超级喷火龙Y除了续航与总输出稍加 作为附属的飞行系输出手也有顶尖的评价 随系秒三最高的超级形态霸主 有GoTor活动上将会开放的全新原始回归盖欧卡 搭配到时候的专用招式根源波动 秒三是可以达到21.031 然后和第二名才到系开放秒三达22.258的超级巨爪怪 玩下则有超级水剑龙 暴力龙 呆咳嗽 以及未开放的超级巨牙杀 就目前来看超级巨爪怪 无疑是随系超级形态的霸主 但有着双倍弱潮的因素 导致超级水剑龙还能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真正的霸主 则是本月GoTor活动中新登场亮相的原始盖欧卡 无论是秒三 总输出 弹度等 原始盖欧卡都优于聚早怪水剑龙 所以越尾的GoTor全球线上活动 大家可要好好把握机会 抓住这只真正名义上的霸主 电器系拥有超级形态的仅有两只 分配是排行第一秒三达19.32的超级雷电兽 以及排行第二秒三达16.5的超级电龙 超级雷电兽秒三高 但弹度不如超级电龙 其超级电龙的龙系附属 让它有额外的水系抗性 这也就意味着在部分时机点 超级电龙也有其亮点 重新拥有超级形态的仅有四只 为推出的超级赫拉克罗斯 将于多于0.2的17.945秒三成为霸主 然后才轮到先以推出排行第二秒三达17.723的超级大争风 王夏则是为推出的超级凯罗斯 以及已推出的超级巨前唐狼 考虑到地区限定以及入手难度的关系 虽然赫拉克罗斯才是真正的霸主 但论秒三超级大争风真的输不了多少 除非拼的是持久战后所造成的总输出伤害 所以就目前来说 超级大争风也算是暂时的重新霸主了 值得注意的是为开放的超级凯罗斯 其秒三与超级赫拉克罗斯 超级大争风也相差无几 排除掉无法入手的地区限定赫拉克罗斯 未来超级凯罗斯也许可以总输出和续航能力更加的优势 取代超级大争风 来到毒系方面 很遗憾的拥有毒系的超级形态也仅有三只 且三只都以全速开放 排行第一的有依靠OP的攻击数值 让其秒三远超其他人达22.318的超级跟轨 排行第二则是秒三达19.718的超级大争风 排行第三秒三达15.777的超级妙娃花 可笑的是超级公鬼秒三虽然排行第一 但缺乏毒系一般招式使其在队上真正克制的宝可梦时 其毒系秒三还是逊色于超级大争风的 所以说超级大争风才是毒系幕后的真Boss 格斗系拥有超级形态的多部胜数 经过我幼儿园程度的计算法是达到谁知之多的 但其中高达一半以上是未推出的状态 放眼望去 从以推出的情况来看 超级火焰机可达到22.588的秒三 无疑是目前最高的 然后会轮到秒三达18.756的超级弧地 随后才是超级长耳兔 超级火焰机虽然只是占据第一 但这情况起码得等到超级路卡里欧或是超级超梦X或Y推出才会有所改变 而且超梦XY的情况就类似于刚刚提及的超级跟轨 他们是没有任何格斗系一般招式的 所以对上弱格斗系的对手时 实际上超级火焰机的秒三是仅次于超级路卡里欧排行第二的 而超级赫拉克罗斯只排行第三 然而若未来超级路卡里欧推出后 超级火焰机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它 成为简称的万年老二 N16拥有超级形态的有四只 其中以开放或未开放各占两只 以开放的超级花十一龙以17.864的秒三占据第一 其秒三仅次于未开放的超级D安息 而大家一直心心念念的平民神宠超级半西拉斯 即便热厚开放 其秒三也只能达到17.333 还是逊色于超级花十一龙 但总体伤害来说却是最高的 即便超级半西拉斯秒三再不计 却还是完胜性已开放的超级波斯可多啦 唉可悲啊 另考虑到超级花十一龙与超级半截拉斯极小差异的秒三 以及超级半截拉斯远胜超级花十一龙的总输出伤害 相信未来超级半截拉斯登场后 大家应该还是会比较偏向于培养超级半截拉斯 地面系拥有超级形态的与原石系类似有四只 其中已开放或未开放的也各占两只 已开放的同时也是目前地面系霸主有大家熟悉的超级巨爪怪 秒三方面是可以达到16.116的 而另一只则是掉车尾的名 我是说掉车尾的超级大一兽 秒三只达到12.651 未推出的两只 其中一只将会是越中或越为登场的原始固拉多 到时候除了推出原始回归形态并同步入手专用招式断崖之间后 秒三直接飙升至21.031 并容登为真正正正的地面系霸主 无论秒三或总输出都是最顶的没有之一 另一只未推出也无法预知何时会推出的只有平民神宠超级了路上 原本就有着部署的实力 在得到超级形态加成后 秒三可达19.898 容登地面系老二的位置 这秒三甚至比没入手断崖之间的原始固拉多还高 只能说你这开挂了吧 平民神宠竟然还比真正的传说来得更逆天啊 至于一句招怪 到时候估计地面系没他什么事了 好了又有时间关系 而且中找资讯阅读分析写稿拍摄录影录音排版 到最后三字幕所需花费的时间实在太多 文章内容也稍微庞大 当然是全系就高达18种之多 还会算上其中还得分析数字较为主流 且有亮点的超级形态 所以临时决定先分享以上的上半部 九种属性超级形态的秒三排行榜 至于剩余一败 就是下半部的九种属性超级形态秒三排行榜 若无意外会安排在周六再与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多多谅解 总结一下刚刚所提及的重点超级形态吧 首先是这个月在GOTOR活动就会登场的 原始固拉多以及原始盖欧卡 当时大家务必要入手 且尽量多弄起原始能量 两只各别在地面以及水系中都是神一般的存在 当然还要注意千万别移除同步入手的专用招式 断崖之间以及根源波动 否则就会直接跌落神坛 而外部分不定时回归 像是超级巨爪怪 化石一龙 火焰机 狐狸 跟鬼 大成风 雷电兽 喷火龙 蜜蜴王 以及妙王花等的 其实超级能量若有机会入手 还请不要错过 毕竟该些都是目前占据霸主 或谁数二的强力秒三输出者 至于想要提前狩猎高IV 以准备给以后 超级形态的则有 廖露莎 班吉拉斯 路卡利欧 以及凯罗斯等 大家看完后对于以上所提及 各系最佳超级形态进攻手都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讨论 影片准论言论 结果参考 并不能做一个标准 那我们接着下次见咯 拜拜